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BC,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你好,我好,大家好,土耳其,中国好 不是,他真的很开心,不是说笑 爽啊,如果正事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说一下,我也是猜错的,我做了灯神 因为真的不够那些政坛老狐狸 姜的是老的 初初以为,土耳其总统可以当然以为 他们那本经典的尊严 是可以不让瑞典入 不弱的,原来不是的 有些东西都是那句 应该用不超涉的那句话 经常提醒自己 有种东西叫价值 你倒回来想就对了 他们的价值 就是为国家利益着想 现在 爱意当案好,一盟换一盟 我 让你瑞典加入 麻烦你之后 欧盟呢 你要跟我谈判,因为 土耳其做欧盟 候选国很多年 不肯帮他谈判 现在 应该会跟他谈一谈 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么容易入 也是很难入的 但是 土耳其 比其他国家 手中的 牌是多很多的 为什么呢 但是 讲真一句 他的经济条件 或者国内的法例 法规 是否符合条件 欧盟的 当然远 但是 你知道他很懂得玩 最糟糕的是他很懂得玩 如果他也是那句 若是他放软手脚的话 其实 也是很糟糕的 因为他顶着某宗教 他地理位置太得鼠痛 那些 其实他自己也很强悍 跟那些 强悍国家粘在一起 你看 大部分在 某宗教 人口 某宗教信徒人口 居多的地方 他们的领导人都不会 怎样软弱 是的 没错 另外一个国家 当然是跟他们信的宗教不同 但是 都是全部强论 就是以色列 是的 他们选的领导人 一定不会是 看起来比有软弱 一定是强硬的 是的 而且 你对他硬 他更加是对你硬的 你不用担心 他们这些 是的的确确 是比较 强悍的 这个就是现实 现在 斯托尔藤伯格就宣布 土耳其肯 给 瑞典加北约 但是 土耳其说 他真的直接说 他直接说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想到 他这么直接 他直接说 让我入欧盟 如果你想 是给瑞典加北约 这个是他原话 这个是根叔 正威尔多案 台湾 根叔或者段叔 段爷 原来 他就说 我们 可以 给 瑞典加入北约 但是 现在 要 进入 欧盟成员国的谈判 当然 他这个 会不会答应他先 但是你记住 你答应他先 你做不到的话 你就麻烦了 大家知道 他的特殊地理位置 他放一放手 对不起 很多人 在瑞典加跑了出来 他是几个强轮的 他顶住了几个强轮 所以他在 这个当然 有些人说他是 正教学习其实都未到的 说真的他依然是个 比较细族化的国家 这个现实来的 还有这个台湾地区 昨天看了一条片 喂 又是暖差地说 他们 说这个 巴基斯坦 或者叫中东 巴基斯坦其实是南亚国家 是否搞错了 巴勒斯坦 不是 有个人在巴基斯坦去了台湾 他说中东富豪 其实 他是 当然他是近的 但是 我看到维基 和我的认知 说真的 巴基斯坦应该是个南亚国家 他们可能觉得 你相信那些宗教就是那里 以前也有人说 土耳其也是 都是中东的 不是 土耳其当然不是 土耳其是横跨欧亚 两个 两个地方的国家 土耳其当然 你看看他的特殊地理位置 北面就是黑海 南面是地中海 东南面是最零亚 之后 又是跟伊拉克接着 西林 爱琴海 跟希腊经常有 有斗争 亦都是跟布加利亚接洋 东面也是有 跟俄罗斯打仗格鲁吉娅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伊朗 这些全部强 尤其是伊朗 敘利亚 伊拉克 还有 来自真正的欧盟国家的希腊 经常有磨擦 所以 他这个地方 是相当特殊 土耳其 你知道 他的 博斯普路斯海峡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是一个 要道 真是自古以来 如果你在欧洲清霸 你不得不 是控制的 当然 现在也是相当重要的 土耳其他说 我要的是欧盟 可以当然 原来 他就是 这个是通过斯托尔坦伯格巴口说的 是 同意尽快 但他留了一句话 尽快 令到瑞典可以加入北约 北约秘书长 刚刚开了记者会 就说我很高兴宣布 爱尔坦伯格总统 不是他把口自己说的 是斯托尔坦伯格自己说的 是通过斯托尔坦伯格把口说的 已经同意尽快将 瑞典加 但是尽快就未知应该是今晚 如果 如果是尽快的话应该是今晚北约峰会 因为我们时间他还没开 并且 和大国 的 议会 合作 原来 土耳其总统的惊人转变 其实我们昨晚他还跟拜登说不行 结果今天早上他就说不行 所以我做了灯神 但是 我是比较乱口 不知道他姜的路纪 一开开这么大的条件出来 难怪他说F16 换足不了我们 当然 欧盟委员会的 这个说是更重要 F16 当然 欧盟委员会没说yes 因为很长的加入欧盟这个过程 而且土耳其和 欧盟设想的 这个 法治 他们所设下来的规定应该都差得挺远 所以停滞了很久 土耳其很早成为 欧盟候选国 但是很多年都没有谈判 现在我想起码要给他谈判 起码要给他谈判机会 你说很快让他进入 我觉得不会 但是 怎样都要跟他有交代 原来斯托尼腾伯格就说 这是历史性的一步 为什么这么大转变呢 他又很劲 24小时就变了 所以 政治一天都要严长 我们都是乱口 我们都是 比较乱口 不够那些政坛老狐狸斗 哈哈哈 原来 只有在土耳其被欧盟接纳之后 这个 瑞典才可以加北约 但近一年来 沃尔多安 亦一直是阻止瑞典加北约 去年俄乌战争 瑞典和芬蘭就放弃了几十年 不结盟的政策 本来是中立国 现在就不是 今年3月 芬蘭正式成为第31个 北约国家 但是土耳其和匈牙利还未批瑞典 瑞典一直是努力寻求 在 这么晚举行 这个 北约峰会 还有明天都有 希望可以加入北约 在北约峰会之前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格 就是长边会议 今次长边会议有用 哈哈哈 就是长边会议 因为 瑞典不是正式成员国 长边会议 进行了马拉松 谈判 很多个小时 打破姜国 爱尔多安 坚持了很久 他就说 瑞典加入北约与否取决于 去年在霸马德里 的承诺 但是 没有人应该期待土耳其会妥业 当然就指那些 是富尔德 工人党那班 他们认为极端有的人 但是 估不到他一开开条件那么大 就是 一约换一约 你入北约我入欧盟 后来 我不知道 这个克里斯特松有什么办法 他就说对于水短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亦都说是非常大的一步 如果他说是 答应 答应 但是 会不会说 我们一起入 他入到 欧盟 你才入到北约 但是很难 欧盟的门槛高很多 因为其实 在欧盟里面 亦都很多人反对土耳其 美国白宫也发了声明 就说 随时准备 和土耳其合作 加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防御 和威胁力 亦都期待 瑞典将成为第32个成员国 其实 之后 爱尔当案 他和记者说 开口开舌 他就说 我们 很简单就是 瑞典加北约就要和土耳其加入欧盟掛欧 他就说 在瑞典 被我们批准之后 欧盟 一定要为土耳其加入 开辟道路 这个是爱尔当案首次公开 这样说出交换条件 就将 土耳其加入欧盟 和瑞典加入北约 联系起来 自从上次北约峰会以来 其实土耳其和瑞典 当然很多拉斜 作为 这个 加入北约的进程 他都修改了法律 大幅 扩大对 富二德工人党 这个叫做 将 当然将他一些人送了一些人回土耳其 并且 恢复对土耳其的军备出口 但是 你觉得 因为很难得到欧盟承诺 究竟他得到什么 不知道 不过 斯托尔滕伯格就说 瑞典是会对 土耳其 有承诺 原来 瑞典 之后BBC就说 将会是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 在这个基础上 土耳其 将瑞典送入北约 送到他们议会 因为他们议会批 并且确保 这个议会快速审批 其实议会 他赢得很多 这件事 你们之前说 独裁者赢那么多 如果他不是议会那么多 有时间你去审 当然 你们也没有证据说 总之整个土耳其的选举是干干净净 斯托尔滕伯格也说 我当然已经是 同意 尽快 尽快两个词 就是很吊诡 尽快是什么意思 最搞笑 后来 斯托尔滕伯格承认 是没有 办法 给出具体时间表 尽快 是什么意思 原来之前 土耳其 亦都是用了两个星期时间 但是才能批净 芬兰 当然 斯托尔滕伯格也说 土耳其和 欧盟的关系 不是北约问题 而是欧盟的问题 但是 瑞典作为欧盟成员 会积极地支持 土耳其加入 不过 德国总理索尔茨 亦公开反对 将瑞典加入北约 和土耳其重新加入 欧盟的 谈判进程团在一起 他说不应用唯一探 但我相信瑞典会答应 如果有什么他会支持 很多阻力 所以 他用尽快这个词 也是 很吊诡 因为现在未正式宣布 所以我们引述 斯托尔滕伯格 这个也挺搞笑 是斯托尔滕伯格出来说 但是 这个 我当时只是说 如果我 是可以得到 欧盟的 尽程 我就 支持你加入 这样说 所以 相当地 他尽快进到多快呢 是不是进到他入了欧盟 你才批他入北约呢 这件事就很特殊 除了土耳其之外 其实 匈牙 怎么办呢 之前亦都说 如果 土耳其 立场有变化 匈牙你就不阻止 瑞典加入北约 就是看大佬头 哈哈哈 由于一个国家 加入北约 全部成为批准 所以如果土耳其 真是 议会批准的话 就可以加入北约 之前 我们也是 夹着他的时候 以为 这个埃尔多安 要战机就算 不是 果然是好东西 他要的是更加大的东西 如果 如果 不知 之前是 BBQ 人家经典的 瑞典 的伊朗 伊拉克人 他说会 这一两天再搞 不知他会再 BBQ 人家经典一次 说真的 如果这个伊拉克人 他这样做 其实等于 帮 可以当我拿到一些筹码 是的 你有天 又来搞我们了 哈哈哈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不过 F16怎样呢 原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事部委员会主席 梅乱德斯 因为 参议院就是民主党控制 众议院就是 共和党控制 他说 他现在和拜登政府 对于 美国未来向土耳其出售 F16 的限制进行谈判 问到 要多久才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说 如果可以下星期立即解决 应该 首先见面礼就是F16 之后 这个入约谈判 他只是帮你谈判 他就不会比你这么快的 但是 我相信他如果他慢点进程 他就出来吵了 好 那么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